在2002年 我們城市大學有一批教授來這裡 投訴大學的管理層 當時大學就是用一個招牌叫做大學自主 就什麼都不想立法會去過問 後來我們直接投訴到大學撥款委員會 終於他們就有點怕了 因為要錢 主席 其實各大學我們有附屬法例去監管 是用我們的公帑 要符合 社會的期望 各大學都有它的御用律師行 有什麼追究它就會發律師信 不過今天我看到有些大學 包括 那些大學裡面出現了那些老師的課室被人認委 他自己辦公室 甚至校長都可以被人已經撐佔了進去 更嚴重的有些就是在大學附近 或者在裡面 是可以有些汽油彈 以致到其他的同學要撤走 我想問一下教育局長 你看到這些事情發生 你有沒有 去嘗試 去問責 去追究 去監管 各大學的管理層 他們有沒有對一些刑事行為的發生 視而不見 甚至是縱容 甚至是阻擋 有人 去報警 想要求有人來執法 都不給 這個是法律 這個是教育 當有人是犯了錯 你不想他再犯更大的錯的時候 你視而不見 這個是不作為 我再想問一次 教育局 怎樣會去處理現時 在不同的大學 出現了 的刑事的行為 我們有學生有老師 感覺到生命安全 都不得到保障 這個 不是一個大學自主的招牌 就可以擋到 當日我們就成功要求了立法會召開幾次會議 叫了那些大學管理層來交代 我們富裕的大學自主 是不是去到可以容許 在校園裡面 不斷滋生的刑事行為